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87集 黑风城再会 白玉堂看了白木天良久 摇头 没谁的心是黑的 或者是白的 人的心都是血肉做的 你的也不例外 白木天笑着摇头 伸手 可以给我了吧 白玉堂将那个锦盒递给了白木天 白木天接住锦盒的瞬间 一层霜洞爬上了他的手臂 白木天一惊 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手上的衣袖结成了冰 内力一撞之后就碎裂了 他的左手小臂露了出来 上边有一个恶地张文的图案 白玉堂眼神更冷了几分 白木天表示惊讶 你想杀我 没 只想抓活的 说完 白玉堂背手一抽云中刀 白木天往后击退了几步 还好我还有点防备 白木天的话说完 就见灵中刷啦一声 闪出了大批黑衣人 都带着金面 白木天转身就跑 那些黑衣人冲向白玉堂 白玉堂刀没出窍 抬手掀翻了两个 一旁 灵液火窜了出来 白老五 我帮你收拾这些 你去抓人 白玉堂用刀鞘点住了一个黑衣人的穴道 掀开他面罩 胳膊肘对着脸就是一肘 那人捂着鼻子坐在地上清醒了过来 不用 展昭会收拾他的 灵液火眨着眼 掀翻了一个黑衣人 踢掉面具之后一踩脸 那人疼得闷哼了一声之后弹起来 捂着鼻子满地打滚 哦 展昭留着后手 灵液火抓住两个黑衣人拍饼子一样 脸对脸一拍 边问白玉堂 白玉堂将一个黑衣人踹下河之后 内力一扫 又将枪了水池 挣扎的那人扫到了岸上 灵液火正抓着一个黑衣人撞树 都是高河寨的弟子 别打死了 我哪里下手中啊 此时 皇城军军营 开封府衙门 白府 九王府门口 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府里的家人跑进跑出收拾井里 开封城百姓看到了都好奇 这是九王爷要回边关了吗 与城中的热闹相比 北城门外的官道上却是寂静无声 在一片小树林前停着一架黑色的马车 官道上一阵沙尘青阳 一个身影落到了马车旁边 白木天一手拿着锦盒一跃上车 起程 是是 白木天下令之后 掀开马车帘子 却没看到车子有动静 白木天皱了皱眉 下车往车前看 就见车夫僵直地坐在那里 双眼发直 似乎是失去了意识 白木天皱眉叹了口气 放下车帘下车 你们俩倒是说好的 关到对面的林子里 走出了拿着锯鹊的展昭 展昭上下打量了一下白木天 最后目光落在了 他露在外边的左手手臂上 了然的一笑 果然是被盖了张的呀 相请不如偶遇 你不是想去恶地城吗 不如跟我一起去 好啊 一起去吗 展昭点头 指着城门口的方向 白木天回头 只见城门口开始有大批的兵马集结 欧阳少征一手拿着冰铁棍 一手牵着风丫头的缰绳 夺着步出来了 在马厩呆里有一阵子的风丫头 似乎嗅到了北行的熟悉气息 激动的直打鼻响 蹄子刨着地面 那意思只要欧阳少征一抖江绳 他就冲出去了 你带路吧 你们抓我也没用 我不过是条小鱼而已 嗯 你说了那么多废话 就是一句有点对 白木天看了看远处 赵家军的先锋军 赵普看来是听到了风声 准备回黑丰城了 展昭四外忘了忘 你那个帮兄呢 脾气很暴躁那一位 模仿我外公那一位 坏了你主上计划 暴露了恶地城 把赵普提前引回去那一位 白木天皱眉看展昭 显然很惊讶 展昭微微一笑 丢下你跑了吗 展昭 你果然聪明 那你应该知道 我们本来就是一样的人 你相信歪金盆 我相信狗头闸 咱们俩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人呢 当然了 你要说有几条命 这一点上 倒的确是一样的 嗯 等一下 猫野我 好像有九条命 你几条 唉 既然我齐差一招 那你就动手吧 要杀要抓随便 谁说我要杀你了 你不杀我 你好歹也算是 于堂的亲戚 我可以留点面子给你 展昭也不知道 是不是在跟他说笑 白木天狐疑地看着展昭 你想 只是白木天话没说完 突然就见眼前身形一晃 展昭出现在他眼前 白木天一惊 猛地后退一步 可展昭紧追几步 一把抓住他那只左手 白木天还没明白过来 就感觉左手一阵剧痛 惨叫一声 再看 手上出现了一个红肿 但瞬间又没有了 白木天惊骇地看着自己的左手 甩了甩 一瞬间的麻痹之后 手恢复了原状 怎么可是 你刚才干了什么 展昭晃了晃 手里一个烛罐子 慢悠悠开口 你知道开封府有一个神医 当然 他是用来救人的 白木天不解地看着展昭 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但是我魔宫除了神医 还有巫医 毒师 古母 古母 禅机 嗯 果然是玉堂的亲戚 还是有点见识呢 白木天皱眉 摸自己的手 古母禅机是天底下 种蛊虫最厉害的妖女 展昭难道给她下了蛊 这不像是你名门正派的作风 你也说了我是魔王之后 怎么就不是我的作风了呢 你怎么 那是我的家族 我的先祖 我自然听外公说起过呀 我离开魔宫下山的时候 残婆婆给了我这个罐子 说如果我想控制一个人的话 就用这罐子里面的东西 咬那个人 什么东西 展昭看了看 空掉的罐子一耸肩 天小的 我又没有打开看过 反正现在已经在你身体里面了 你 不如让我试一下吧 比如说 你会胳膊疼 白木天猛的一阵抽搐 蜷缩起来捂着胳膊 看展昭 嗯 这样差不多算是有效的吧 瞬间 白木天手上的疼痛又消失了 你走吧 你要我去恶地城给你当卧底 又说对了一点 我发现你还蛮聪明的 白木天无语 但是受制于人没有办法 他是万万没想到 展昭会来这一招 首先你要确保自己 这辈子都别再做坏事了 不然就要受百重啃事之苦 当然了 你还得去恶地城帮我办点事情 展昭边说 边走到马车前边 伸手一拍那个车把似的脑袋 那拉车的猛的睁开了眼睛 白木天不解的看展昭 昨天我跟外公探讨了一下 摄魂术的使用方法 其实也不是太难的 展昭边说 边走回到白木天跟前 你只是让我别再干坏事 你已经干了坏事 所以你一定要付出代价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而已 你要我去恶地城干嘛 一座城 它总得有个城主吧 恶地城城主的话 恶地 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嗯 展昭点点头 勇俱却敲了敲白木天的胸口 这点我倒是猜到了 你想我在恶地城干什么 你先待着呗 有用的时候自然会找你的 以及 展昭抬起头 笑着跟他对视 帮我给你主人带句话 带什么话 从我的故土 滚出去 说完 展昭退后一步 一脚将白木天踹上了马车 对那个驾车的一白手 那车夫本能的一抽马背 两匹马拉着马车驶上了官道 离去 马车消失在官道尽头的时候 白玉堂和林烨火也来了 林烨火落地就问 白木天那丝呢 放去恶地城了 林烨火张大了嘴 白玉堂也没说话 不问问原因吗 你也说了 是你放他走的 自然有理由 展昭笑了 还蛮壮观的吗 倒是很少见 走了 我们回黑风城 驾 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空心 Score 我回来 香港 挨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鬼 这么多年了 你想过家没 没有 那么这么多年了 再听到战鼓的声音 你怀念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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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发了 那么各位 我们黑风城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